接著叫做周期性振動 圖上顯示的是一個單擺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要交單擺 我是要告訴你 它在擺的時候 從A點到O點 從O點到B點 從B點又回到O點 從O點又回到A點 從AOBOA來回一次 這樣叫做振動一次 這樣叫做振動一次 這種叫做 那一不斷的來回 就叫做周期性的振動 在同一個路徑上 往復的運動 這樣叫做周期性的振動 OAOBO 或者是AOBOA 都是一樣的意思 OK 那重點是一些名詞 第一個名詞叫做平衡點 平衡點在物理上的說法 平衡點在物理上的說法叫做 合力為0的那一點 平衡點在物理上的說法叫合力為0的那一點 但是 你們現在沒有學那麼多 你就把它想成說中間的那一點 中間的那一點叫做平衡點就可以了 中間的那一點叫平衡點就可以了 O點叫平衡點 然後正伏 正伏就是平衡點到最大位移 最大擺最遠的地方 圖上就是OA或者是OB 叫做正伏 又叫做擺伏 如果你用角度去算 5度10度20度 那叫做所謂的擺角 要注意正伏不是從A到B 正伏是A到O或者是B到O 這個叫做正伏 要正伏 周期 周期叫做震動一次所需要的時間 震動一次所需要時間叫做周期 來回震動一次需要一秒 就叫做周期是一秒 來回需要十分之一秒 就叫做周期是0.1秒 總共需要來回一次需要兩秒 周期就是兩秒 我們的單位 習慣上用的是秒 叫周期震動一次所需要的時間 另外一個東西叫做頻率 頻率是單位時間之內所震動的次數 一秒鐘震動一次 還是一秒鐘震動5次 一秒鐘震動10次 這個叫做頻率 單位叫赫之簡稱赫 所以一秒震動一次就叫做1赫 一秒鐘震動10次就要做10赫 就要10赫 就要做所謂的 要所謂的頻率 要所謂的頻率 OK 時間 需要一點時間 還要下載 這裡是一個時間 跟擺動動一次的關係圖 跟擺動動一次的關係圖 是一個時間 跟擺動動一次的關係圖 承坐標是時間 單位是幾秒 承坐標是幾秒 承坐標是位置 單位是公分 然後它在那裡擺動 注意 這叫做20公分 這叫做20公分 叫正圖圖 圖上面是這裡 在圖上是這樣 這叫做正圖20 它來回一次 它來回一次 它來回一次需要1.5秒 所以它的周期叫做1.5秒 所以這個周期是1.5秒 它的降幅是20公分 然後這個圖上面 總共有三個周期 它來回振動了三次 來回振動了三次 有兩個不一樣的震動 要你看一看 什麼地方不一樣 我們用frequency 頻率來表示它振動的 有多快 它的那個變化有多快 又叫做所謂的頻率 frequency 就是它的描述它怎麼樣來回的快慢有多少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來回上下呢 來回上下 它需要花1秒的時間 所以呢 它的頻率就叫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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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平常聽到的聲音都比較高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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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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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1秒 那么1秒可以再多几次 14 0.1乘以10也是1 如果振动一次要2秒 那1秒有几次 半次 2乘2分D也是1 所以这是重点 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相乘等于1 这就是说 以后考卷上 如果告诉我周期 就等于告诉我频率 如果告诉我频率 就等于告诉我周期 虽然两个单位不一样 一个是秒 一个是赫 但它的数字叫做互为导数 一个是2 一个是1分 一个是10 那个就是1分 所以这是重点 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可以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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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